叶罗莉冰莲花,曼多拉随便替换一个仙子救孟公主都不难,可见她并非真心。 在精灵孟叶罗莉中,孟公主自己想要解除当年法爵术遗留下来的反噬,根本就不可能。 但是,借助曼多拉的帮助,她却能恢复自由。 曼多拉给出的方法就是用冰公主来置唤孟公主,只要冰公主代替孟公主承担法爵术的凡事,孟公主就能重新走出梦境,解开束缚, 但是冰公主却要被关在孟境国度中,永远被囚禁起来。 说白了,就是用人换人。既然如此,曼多拉为何不随便找一个仙子替换孟公主呢? 首先,冰公主被困于冰尼宫中,这是现成的仙子,不需要曼多拉再动手去抓新的仙子。 更何况,对曼多拉来说,冰公主还存在很大的利用价值。 曼多拉其实给了冰公主很多次合作的机会,包括这一次将冰公主拉入到孟境国度之前,曼多拉也虎口婆心地尝试说服冰公主加入到自己的阵营中来。 然而,冰公主早就已经看清了曼多拉的嘴脸,她又岂会再次被曼多拉利用呢? 对曼多拉而言,孟公主其实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帮手,即使这一次曼多拉在孟境国度中给孟公主灌注了大量的仙力,但是她也不是真心的,全程都不过是在利用孟公主而已。 孟公主的性格,曼多拉也清楚得很,这种不义之人,即使是曼多拉也不会欣赏。 孟公主的野心很大,如果将其留在身边,知不定哪一天对曼多拉不利,耍银招其到曼多拉头上也存在可能,这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 如果想要置换出孟公主,曼多拉又何必等到今日呢? 虽说冰公主是大仙子级别,置换的成功率应该高一些,但是大仙子的判定主要是和仙力挂钩的。 现在的冰公主已经面临消失的边缘,自身的仙力都所剩无几,尤其是曼多拉在花海潮的时候还抽干了冰公主的仙力。 仙境中,想要找到一个实力堪比现在的冰公主的仙子,并不难。 实现置换,应该也不难,可是曼多拉并没有进行这番操作。 要不是曼多拉此时正是用人之计,估计也不会考虑到孟公主。 更何况,巴基的剧情已经让我们对曼多拉的人这了如指掌,和他合作过的仙子,都被他视为棋子。 在曼多拉的眼中,利益关系很重。 尽管他的初心是前往平行的人类世界,毁灭人类,保护环境,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,曼多拉越来越偏激,他的做法也和初心被盗而驰。 现在,不只是人类世界要受到牵连,就连仙境都变得乱七八糟,灵溪格更是被毁于一旦,这都和曼多拉的胡作非为分不开。 孟公主也不过是翻外篇才登场的角色,她想要在正片中露面,估计都是男上加男。 不过,我还是希望孟公主能在冰莲花中被洗白,毕竟第九季的剧情中,就连曼多拉都会被洗白,文倩也加入到叶罗莉战士的阵营中来。 或许,叶罗莉中并不存在绝对的邪恶吧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。 谢谢。 谢谢